前文在族的书节上一回 孙中山在办公海旁边坐了一阵 又起身走出饭厅来来回回地走 走下走下 头脑慢慢清醒 他对这场由于汉野城公司引起的争论 他想通了 报纸舆论的谴责 言辞虽然是过激一些 但是是有道理的 日本厚实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很难的机会 提出来要用汉野城公司的产业作抵押 以及要求合办回抗 这样才肯借款 这些乃是这些 所以国民上上下下一致反对 反对得对 这些乃是民众爱国生的表现 好难得 好可贵 而自知在处理汉野城公司的问题上 因为总是急于要借钱 所以太过草率了 这种毒药来止喝的办法 严重地损害了共和国在民众当中的威信 并且使得那些立宪派 旧官僚有了可乘之机 进行捣乱和搞鬼 唉 自己对不住民众 对不住民国 自己身为总统 为什么开城报公 检讨过失 乘三责任 这才是向民众负责 孙中山想到这 所以说 只觉得心胸豁然开朗 坐上办公桌 写信给张检 张泰盐和黎元洪 跟他们好好地解释和劝说 也检讨了自己在处理借款的事情当中不够慎重的地方 写完几封信 已经是天光大白了 孙中山又打电话给参议院议长林森 请他召集全体议员会议 说准备在会议上检讨自己的过失 提醒参议院取消中日合法的汉野评公司的草药 至于已经借到的那二百万元 就以私人借款来抵押等等 林森接到孙中山的电话很激动 他同意立刻召开全体会议 当日上午参议院就开了会 同意了孙中山的检讨和建议 结果是好的 孙中山的心情稍微安乐了些 接着呢 孙中山是和外交总长王宠卫一起去幕秀湖散布 一路散布一路研究过美国英国对临时政府的态度 今天偶然和美国驻华公司参赞约翰城就相遇了 你和他谈过 直接了解到美国根本没有打算承认南方临时政府 孙中山的心情就变得更加沉重 他去袁岳仇护回来 听说王兄在等着他 就紧要的事情商量 孙中山就马上去陆军部 一入到办公室 只见王兄坐在住 目光沉浅面色灰暗 胡汉敏也是满面仇庸地坐在那裡 汪精为雙手翘在空前 在房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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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汉民指一指 王兄将椅旁边的谈官 散了口气 没话说 孙中山走过一看 哎呀 谈官里面很多血 就吃了 怕就说了 七强 你吐血呀 王兄没出声 汪精为胡汉民丹丹丹丑 孙中山逐个看一看他们 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啊 啊 胡汉民叹了口气说 哎呀 现在还有什么可以令人高兴的事啊 先生 你看看吧 党员 随手在桌面拿起一盒电报制给孙中山 孙中山看了几张 全部都是前方吹梁响吹弹的急电 胡汉民又说了 前头来了几个军官 是在前线赶回来的 他们说已经发生了几单 士兵蛙兵投降 和抢劫电报的事件 他们还说 这次回来 如果拿到军响 就回到自己的部队 如果拿不到呢 就辞职这样说 哎呀 那黑强又劝了他们很久 他们都不听 后来 拿他们的指挥刀 脱得下来就放在桌面 转转头就走了 黑强那不就激到当场吐血了 汪精卫跟着说了 先生 财政报报告说 政府的金库里面 只有100元 现款 哎 哎 孙中山扶着雙手 在房间慢慢地走来走去 他的心很萎门 很重 他在胡汉民和汪精卫的眼神里面 察觉到他们两个 是有些什么已经商量好了 但是又没有说出来 孙中山想了一会就说了 现在我们的处境确实很困难 不过就算你冷眼 我们都要咬着牙关 坚持下去了 清朝政府这座破烂的大屋 我们已经推了它十几年 眼看着就要推倒它 只要我们出现最后一分力 再推一推 它一定会倒的 没错 我们现在已经精疲力气 我们的国富已经空虚 军响军械 确实是有困难 不过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够灰心 不能够丧气 我已经打电报 催促南洋的调报 将关注我们的囚款 我想不用短就会陆续地来的了 汪精卫说了 唉先生啊 远水难够近火 这场仗 唉 真是一天都打不下去了 他说 专身好气氛 精卫 你行刺摄政王那时的胆又去了哪 你被捕入獄的时候 那种自主如归的精神又去了哪 看着啊 汪精卫面红了 拆了一阵他又说 先生 此前此地 怎能够跟当时相比啊 只是靠胆量 靠精神都变不出钱来的啊 孙雍先生说 钱钱钱 当年呢 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的时候 是不是有谁用钱来收买去入会的呢 当年我们每个入会的人都举手孙过世 这世词你还记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大家没出声了 过了一阵 孙雍先生就背这世词了 当天发誓 同心协力 驱除扎老 恢復东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此信此中 有此有足 愚或愚此 任重处罚 孙雍先生背入世词 大家很久很久都没有出声 突然之间 王兄合声站起来 他说 先生 你无需多讲 我们都没有背叛同盟会的制言 推翻清朝 建立民国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到这里 他走到墙壁前面 拿去自己的指挥刀捧着手上 他说 先生你这么信任我 任命我做临时政府陆军总长 又想指挥北伐的重任交给我 我吐心力决 慘淡兴 不敢又思考怀慢 在这个前间 是曾经指挥打过的成仗 不过目前既无军响 反弱又缺 前方几万军兵 衣衫单薄 以血俗之驱去忍受风寒之苦 唉 就这样继续下去 北伐大军 使得成为散东游勇 我每日每夜都心急如焚 面对着前方发泥吹亮吹响的急电 硬提着我们空空如雅的仓库 有件事 我真是以得切腹自散 以这方人 我并不怕死 我的生命 早就交给了为推翻清朝 而奋斗的事业 大丈夫 不为重死 不为病死 应该手杀不受而死 说到这些 他参声拔出指挥波 他说 先生 请你准向我去前线 当我作为一个普通士兵 去冲锋陷阵 我宁可在沙场见死 仍然看到现在这样的局面 王庆越讲越激愤 突然觉得眼前金星恋闪 头龙里面好像有些什么涌上来 他将把指挥都向地上一扭 一转头 一转头 那一声 接着谈馆又吐了一大口鲜血 孙中山连忙走过去扶他坐下 王庆岩出来 手斤仔 抹干净咀嚼的血 胡开文倒了一杯滚水 让他拎一下口 汪精卫在桂桶里面 万禁抄送敏药 有个副官走进来 要扶王庆回家休息 王庆出你这么傻傻手 不肯去 大家沉默了一阵 孙中山看一看他们就说 如果北伐一时之间真的没有力量推进 那还有什么良策可以推翻川朝政府 大家说 孙中山说完 汪精卫立刻就接口说 先生 我从北京回来没见过 既清政府和袁世海两方面的情形 都略有所知 王太后和皇帝 只是两个木偶 实力是握在袁世海手上 我们如果能够借到袁世海来推翻清朝政府 这就比杜术武力更多了 何况目前我们的处境又这么困难 孙中山看了汪精卫一眼 汪精卫说到这里也不敢说了 孙中山说了 你们还有什么话 基本说了 胡氛文化了 先生 我以为 暂于目前我们的困境 如果袁世海能够通过不流血的手段 还能够推翻清朝政府的话 只有奸定共和 这是不得一策的 孙中山说 你们的意思我也明白 我奔走革命幾十年 對於國家的事情 以知有義無不知有權威 因此對我個人的進退 是幸運自然的絕不勉強 但是對於民國的前途 這個那麼重大的問題 我希望大家都要三思而行 謹慎從事為好 講完 孫英先生又跟黃卿說 七強 你好好地休息一下 部內的工作就暫時 交給蔣獨斌市長處理 上次我開給你的藥 希望你繼續吃 講完 就離開陸軍部 孫中山很清楚地感覺到 黃卿、胡漢文和汪精衛 已經商量過 如何來解決目前的困境 他們的辦法無他 就是重新開始和談 促使袁世凱出面 然後將民國總統的職位讓給他 對於這一點 孫中山也不是沒有想過的 他在回國途中經過香港的時候 他跟湖漢文、廖仲凱都說過 但袁世凱雖然信不過 但如果利用袁世凱推翻清朝 就好過用兵十萬 不過後來袁世凱反對南京臨時政府 北洋軍將領通電逝死擁護軍主立遣 由兄弟來侵犯南方 孫中山這樣才針鋒相對進行北伐 孫中山一直認為只要推翻清朝 贊成民國 那就誰做總統都無所謂 不過對於袁世凱主人 他是不放心 怎樣利用袁世凱 他仍未想到很清楚 仍未想到好辦法 所以他在六軍部出來之後 又找了一些人商量 法制局長送救人 就幫他想了一些防範袁世凱的辦法 比如說 將總統制作為內國制 內國對國會負責 不對總統負責 同時又加強參議院的權利 可以對總統的職權 實行嚴格約束等等 有這樣的條件 就算讓一個民國大總統 被袁世凱做都無妨 孫中山很贊助宋教人這個主張 就叫他再仔細研究一下 盡快地拿出一個方案來 但是他再跟一些人傾談 都是反對讓位給袁世凱的居多 孫中山聽了這麼多意見 又想了整晚 和呢 還是打呢 一時之間很難正奪 後來他突然想起 民眾乃是民國的主人 總統乃是民眾的公寶 這些有關民國前途的重大決策 為什麼不去問一下民眾呢 沒錯 一於這樣做 於是翌日上午 孫中山帶著一個衛士 就去南京最熱鬧的地方 夫子廟 想去那裏聽民眾的意見 雖然天氣寒冷 夫子廟還是和平常一樣 做生意的小販 走江湖的醫生 藝人黑衣流敏 人頭勇總的十分熱鬧 他們叫賣聲 喝采聲 講價聲 賭錢聲 唱野聲 講故聲 總之就是虛巴吵兵 孫中山和那個衛士 來到一間茶館 沖了一杯龍井 給了茶錢 然後和顏月色 好聲好氣地跟茶館老闆說 麻煩你們把桌子 一張小桌看看行不行 老闆叫孫中山 雖然穿著的是一件操勇大衣 就不是怎麼起眼 只有一個腰掛短窗的衛兵跟著 就猜不懂他是個多大的官 又見他血罵和礙 沖杯茶又給了一元軍用鈔票 我覺得這個人挺好 所以就答應 孫中山和那個衛士一起動手 將桌子和橋椅搬出來 但是在一塊熱鬧人多的地方 當作臨時的廣台 有些人見到這樣都圍起來了 孫中山站上一張海船 插起一個喇叭桶 對大家演講起來 那些人就不知道 站在桌子上說話的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 剛剛開始的時候 人還未是怎麼在意的 一過了一陣子 孫中山那種氣語軒昂的樣子 和礙可親的態度 感情充沛的聲音 很快就吸引人來聽 孫中山精神飽滿 滔滔不絕地指出清政府那種腐敗現象 和當權辱國的行為 又說了民眾受到專政壓制的種種痛苦 那年共和政體 是人民當家作主 共商國時的一種良好制度 是最符合中國人民的願望的 然後孫中山又騙要地 講解當前的國內局勢 他說了 現在 南京臨時政府 和北方清政府 正是處於對峙的狀態 論政治形勢 是南方比北方好 好到軍事實力 南北各有長處 因此 目前有些人就怕了北方的實力 就不主張用武力去打倒清政府 好了 那他們主張什麼呢 就主張用政治方式 去和北方進行和平談判 也有些人認為只要堅持北拔戰爭 克服噴難 一鼓作氣 城勢進攻 就一定能夠奪取北京 退臨清帝的 這兩種看法完全不同 那你們大家的意思是怎樣呢 你們說是打好呢 還是和好呢 孫中山講完 四面一望圍住在自己周圍的聽眾 沉默了一陣子 那些人就開始自知 沉沉沉以律起來了 接著 只見一個衣衫藍瘤的白爺公 拖著一個六七歲的男孩 在人堆當中逼到孫中山的面前 他說 孫先生 你說得真是好啊 復職後置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